大家说起洋茶花呢 很多家庭中都养药了 而且呢它可以做回 盆栽还有地栽 两种栽种方法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盆栽 盆栽的话呢 进入这个冬天了 也是它的生长旺盛开花期了 以下这两个小动作 一定要给它做主 不然的话呢 你想要它花苞开的旺盛 比较的大多的话呢 是比较的难的 只要做好了 它就能够生长的比较的旺盛 那么这两个小动作是什么呢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小动作 那么第一个动作呢 第一个动作就是 像这种洗酸性齐活的话呢 如果在它这个开花期间呢 一定要给它补足花肥 那么补什么花肥呢 像这种洗酸性齐活的话呢 最好是补一些硫酸亚铁 能够让它有种族的养分 供给到这些花苞花朵上 生成之后呢 它这个叶片就会恢复油粒 因为硫酸亚铁呢 它是防止黄叶 还有掉花苞的作用的 还有促进根细的生长 特别是像这种洗酸性植物 咱们可以给它适当的吸用 这种硫酸亚铁是比较好的 就是用一些高纯度的硫酸亚铁 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 这种硫酸亚铁呢 它不单单用在杂花上啊 其他的一些洗酸性植物 也是可以通用的 咱们可以用兑水的方式 直接浇灌就可以了 大概呢15到20天 给它浇灌一次 即使它这个花苞打开之后 就可以给它顶其使用了 因为硫酸亚铁呢 是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的 所以像这种洗酸性植物啊 不可以切铁的啊 也不可以切酸 一旦切法的话呢 它是很难生长的 第二点呢 如果冒出花苞 开出花朵的话 特别进入这个冬天啊 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如果在南方的话呢 可以给它全天放在室外 也是可以的 如果北方的话呢 可以晚上把它搬回室内 去适当的 然后就可以了 如果是开着空调 开着暖气的话呢 可以向周围 给它适当的喷些水物 让它适用一下 让它叶片吸收水分 让它更加的饱满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呢 它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干枯 或者是伪念的情况的 所以呢 像这种植物 茶花 水不可切啊 一定要切记就得了 不然的话呢 你想要在冬天观赏到 开门整盆花的 茶花的话呢 是比较的难的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两点呢 一定要做到切记做好就可以了 这样就把它很好的养开花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